东华屋伦有亚裔联同非洲裔社区组织 在星期六举办了一场讨论会 他们希望可以团结双方 帮助双方和屋伦治愈创伤 尹俊豪报答 在屋伦有亚裔联同非洲裔社区组织 和非洲裔社区组织在星期六举办了一场讨论会 屋伦牧师协会主席Philter Scott表示 非洲裔社区和亚裔社区之间一直存在误解 黑板的印象造成两个社区之间的矛盾 在会议上市议会主席丽琦 市议员Carol Fyfe 以及阿拉米达原地检官Pamelin Price也发现 和个民主的公共有公共市区 和巴陈公共产第一场 和一场公共产有关 而患者跟几率深入了 这个非正值得有所前往 今天我们来看完两个人不同的 决定的决定 我们来看成了 几率尖于尤其中的媒体 尤其媒体 最近的治安问题仍然笼罩着整个屋林 越南裔的屋林警员黎顺在12月被杀 而被指控射杀警员的多名男子都是非洲裔 令到这种气氛更为明显 参加会议的人在活动当日也为他密哀 屋林华埠社区促进会的主席John錦震就表示 希望共同搭建桥梁走向团结和复苏的道路 他又指当大家面临同样问题的时候 需要的不是互相指责 而是需要团结起身 共同提出解决的方案 台山同乡会的主席马作林也表示 社会的力量比分歧的力量更加大 我也是很担心我们市民受到攻击 或者受到经济上其他的损失 或者失去性命 这一点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通心的问题 但是如何去治理呢 首先一个就是要大家要团结 不要有分裂 不要有分歧 这个是很重要 在这场活动举行的当日 在屋伦的市府外面就有另一场活动 在去年因为880号公路上发生枪击案 导致一名5岁的女童死亡 女童的妈妈和几名谋杀案的受害者家庭 控诉地检官Pameland Price 无视受害人的家人以及保护罪犯 女童的妈妈Sophia就表示 检控官对3名的疑犯提出起诉谋杀罪 不过至今未对他们家控帮派 和使用枪下的罪名 而对于受害者家庭的控诉 Price就没有回应 两年前屋梁880号公路上 有帮派在公路上发生枪战 导致23个月大的华越男童 Jasper Wu被楼弹击中死亡 前任的地检官Nancy O'Malley 就控告被告谋杀并且加控涉及帮派犯罪的 特别情况控罪 不过到Price上任后就撤销了特别情况控罪 26台记者 邑俊豪报道